今天特别评论的题目是 党媒韩习亮衡量习近平权势兴衰 他落入三大陷阱 中共于今年7月中旬召开20届三中全会 全会的毫无新意和低调人事变迁 让外界大失所望 但很快一个现象抓住了海内外观众的眼球 那便是习近平似乎地位不稳 权势下滑 这立即成为海内外的热门话题 如果说网络上的种种传闻 诸如习近平中风 家族并发 重病昏迷 政变等 还只是传闻而已 让人们将信将疑 但中共的党媒党报上 有关习近平的名字 报道 图片 视频等信息 大幅减少 却是不争的事实 证实这一现象 才成了各方论断习近平出事的坚实依据 在此期间诞生了一个新名词 含习量 指党媒有关习近平名字和信息的数量和比例 这一回正是党媒含习量减少 导致天下议论纷纷 这正如经济学家会根据一些社会经济指标 来衡量整体经济状况 比如有人用出租车的载客量 来衡量当地经济的行衰程度 或用股市涨落来观察整体经济的运行 最有名的是李克强指数 或称克强指数 用耗电量 铁路 货运量 或银行贷款发放量的综合 来衡量中国宏观经济状况 公认比官方GDP数字 更能反映中国经济的真实面貌 用党媒含习量增减 来观察习近平的全市兴衰 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政治研究的右翼显学 从三中全会结束到北戴河会议期间 即7月中旬到8月中旬 党媒上习近平的名字报道 包括相片视频等明显减少 有时候甚至为零 就难免不引发网络舆论沸腾 习当局或不满海流外网络上的议论 但问题是 这恰恰是习当局自己制造的困局 具体而言 是王沪宁和习近平联手制造的死局 习近平上任不久 即全域熏星 急于对自己大数特殊 于是 大概率出自王沪宁的设计 让习近平登顶每天的党媒党报 霸占头版头条 甚至霸板霸平 以为如此一来 就能让人民日久习惯 承认习至高无上的地位 并由此接受他长期执政 终身执政的残酷事实 殊不知当今时代已经不同于毛泽东时代 习王这一倒行逆施的做法 引发的是全天下的不满和反感 进而是普遍的讥讽和嘲弄 由此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 一旦党媒含习量减少 天下级议论纷纷 习近平出事了 海的外网民奔走香港 乃至习大普奔 8月中旬 中共当局宣告习近平将重新露面 比如接待到访的越共新任总书记苏林 似乎要表明什么也没有发生 习近平一切如常 他依然大权在握 但这并未平息天下的议论或猜测纷纷 其中甚至有替身的说法 在此之前 习近平的两度露面 7月20日到越南驻中国大使馆吊艳软负重 会见意大利总理东帝文总统 安排在7月29日同一天 就被替身的怀疑和议论所淹没 习近平重新露面 和党媒重新增加韩习亮 仍未能杜绝悠悠之口 何也 原来习近平已经同时陷入三大困境 或落入三大陷阱 囚徒陷阱 塔西陀陷阱 修西底德陷阱 囚徒陷阱 中共文武百官与独断专行的习近平绑在一起 犹如困身中南海的集体囚徒 可以想见 不止民间 就连党内 尤其习近平周围的人 都暗自巴望他出事 如此 有人渴望取而代之 有人则可松一口气 而所有内政外交失败的罪责 都可推到习一人头上 塔西陀陷阱 只要政坛稍有风吹草动 或党媒含习量稍有减少 无论习近平真实状况如何 无论当局怎样吆喝 民间都认为习出事了 或坚信习会出事 修西底德陷阱 习近平自述强人 高喊伟大复兴 唤醒了美国和西方 纷纷予以遏制 日胜一日 共产中国已经跟美国 形成敌对关系 无论竞争或对决 都取于水火不容 离死我活的境地 习近平自射陷阱 自投落网 已经欲罢不能 针对王沪宁和习派宣称 两个确立 即确立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习思想的指导地位 是党和人民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 我当即断言 恰恰相反 两个确立给中共和中国带来最大的不确定性 因为两个确立违反政治学的基本常识 是人质之恶 人质之伤的登峰造极 围绕习近平本人动辄引发的谣言不断 传言纷纷 时不时还入海啸般爆发 就是立竿见影的证明 虽重新露面 习近平全市走向衰落 十大征兆 上篇 今年8月19日 在传言分分钟 习近平重新露面 会见越共新任总书记苏林 似乎打破他出事的传言 然而外界的疑惑并未解除 最具争议的是党媒拍摄和报道手法 央视远距离直播欢迎仪式和会谈 后今精心剪辑编排后 才与晚间新闻联播中插入近镜头 重重疑点给外界留下重重问号 8月20日 习近平再度露面 会见斐济总理 接见奥运代表团 给外界的信号 他一切如常 或者说恢复了正常 习近平露面两天 中国股市连续两天大跌 又跌到七个月的新低 体现市场对习近平的反应 习近平虽然重新露面 很难说他一切如常 除了有关他生病的传闻 自从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落幕后 种种现象佐证 习近平全市走向衰落 至少呈现十大征兆 一、二十届三中全会毫无新意 不争不解 无论五千字的公报 还是二万二千字的决定 所有内容、段落、句子都是老套 没有任何新东西 推迟了大半年 才召开的这个事关经济和改革的重要会议 如此结果令人压抑 二、有关人事变迁 除了不得不交代的秦刚和李尚福下落 以及勉强提到的孙金明、火箭军参谋长 其他人事案全部搁置 尤其早已出任国防部长的董军 竟未能升任中央军委委员 导致原本由七人组成的最高军事机构 中央军委依然在人事空缺中运行 极不正常 三、上述两个情节产生必然的疑问 三中全会中途出了什么事 最大的可能性是政治强人习近平个人出了某种状况 比如出现传言中的健康问题 可能突发中风 导致会议议程突变 相关议题停摆 搁置甚至转向 四、三中全会后 党媒党报上有关习近平名字和报道 包括相片和视频大幅度减少 呈下架趋势 与往昔大不相同 这便无法阻止外界联想 从量变到质变 五、八月间 中共高层集体隐身 且气氛轨诀 证明仍有北戴河会议 清洗港媒 事先故意放风 已经没有什么北戴河会议 乃是烟幕弹 欲盖密张 今年的北戴河会议 政治老人是否与会 会议期间是否发生内部斗争 黑幕之下固难判断 但同一时期 党媒党报所反映的舆论变调 却暗示斗争激烈 六、若干重要文章刊出后 又很快遭下架 比如新华社在三中全会前夕 所发改革加习近平 近在三中全会召开中途下架 中国社会科学院 7月34日发表 加大制度型开放 创新打造粤港澳大湾区2.0 正当其实 暗示彻底废除香港的一国两制 却在8月7日下架 厦门大学两岸城市规划研究所 8月5日发表 尽快启动台湾接管准备 但随后下架 这些捧习或极左文章的下架 对应的都是习近平的挫败 或习所代表的党内极左势力的挫败 7. 解放军报发表若干文章 明显影射习近平 其中 党内政治生活要历届庸俗化一文 7月27日发表 批评 有的个人 有的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搞家长制一言堂 矛头直指习近平 强调 必须增强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执行力 凡属重大问题 都要按照集体领导 民主集中 个别酝酿 会议决定的原则 而 坚持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 依法决策一文 发表于8月10日 提出 坚决不搞 凭经验决策 拍脑袋决策 一刀切决策 防止用行政会议代替党的会议 用传批文件方式代替党委集体研究 搞个人专断受益 特事特办 矛头也是指向习近平 8. 与此同时 由苗华领导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忽然向全军发放民主集中制毒本 实属罕见而不同寻常 而三中全会前夕 习近平突击破格提拔 何鸿军为上将兼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 意在架空和逼退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 手握军中人事大权的苗华 习近平对他搞突然袭击 九三中全会后 党媒接连发表常文高鹏习邓小平 九三中全会后 党媒连发常文高鹏邓小平 按扁习近平 中共最高理论刊物求是 先后发表4800字的常文 题为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历史贡献 发表于8月12日 以及8500字的常文 题为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不断推向前进 发表于8月16日 两篇常文都以这样的句子开头 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 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 随后使更多赞誉支持 发表常文并大赞邓小平 这在习时代也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 以抬高至极压低邓著称 您要毛路线也不要邓路线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忽然间党媒竟连发常文站邓 疏为不寻常 前后形成对照的是 三中全会召开前夕 党媒连篇累足的 党媒连篇累足的发表常文 高捧习近平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深化 改革扩大开放 且只字不提邓小平 但三中全会刚落幕 调子就翻转 连发常文大赞邓小平 文中很少提到 或仅轻微提到习近平 这显示三中全会前后的路线翻转 习路线败给了邓路线 中共高层集体 似乎想重新回到邓小平市的改革开放 尽管为时已晚 十 邓小平诞辰日 高调纪念 江泽民诞辰日 无人问津 8月17日是江泽民明诞日 8月22日是邓小平明诞日 但对江的明诞 党内外无人提醒 而对邓的明诞 党媒已经提前开始造势纪念 所以说邓的明诞日逢时120周年 官方通常正规纪念 但考虑到江才去世不久 那是二十大纲闭幕后的2022年11月 逢其明诞 党媒发起消息或纪念文章 还年文章才合幅常理 但只字不提倒是令人压抑 其中折射的恰恰就是习近平权势衰落 道理很简单 习是江隔代指定的接班人 是江路线的传人 而非邓路线的传人 须知江去世后 习为他超规格隆重沮丧国葬 规格超过邓小平 值得注意和耐人寻味的是 在党媒连发两篇纪念邓小平的长文中 多次提到邓1992年的南方讲话 而众所周知 邓的南方讲话是针对江泽民的 谁不改革谁下台 江差点被邓拿掉 直到江服软 向邓发誓回到改革开放路线 如果说江泽民时代相对左倾 习近平时代更是极左 党媒重提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 重温邓敲打江 但江已经死亡 实际上是党内有人要借此敲打习 无论三中全会开得如何 也无论会议中途究竟发生了什么 外界能看到的结果就是 习近平至少在路线斗争中落败 党内重举或意图重举邓小平旗帜 以上是由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 陈破空所做的时事评论 再拍过来